全民运动会明天将在嘉义市开跑 出发前一天 市长特地受其祝福 也叮咛选手们要注意安全 市长受其祝福这一群代表基勇士 参加全民运动会的大小选手们 旗开得胜 同时也分享自己年轻的经验 要注意减入的时间 免得回来被学校击打过 而出门在外 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安全 别让家人担心 我在这个400公斤 得到这个决赛 结果因为天际的关系 提早减入 那我都不知道 我们的这个运队的老师 有没有去注意 结果运路过去 就被淘汰 回来被学校击打过 所以我们出去一下注意 我们103年的 我们全民运动大会 的一个授起典礼 我们今年总共 有队支援及选手的248人 我们总共参加了14项的一个竞赛 我们也在101年 在南投县举办的时候 我们得到了九金三赢六桶 看起来我们是名列全国的前八名 所以我想我们一年比一年好 一次比四 这是两年举办一次 我们希望今年在嘉义市的比赛 我们也能够在这个 有加基的一个出现 今天代表基隆市去参加全民运动会 248位选手 曾经得过九个金牌 然后三个银牌 我想今年呢 看他们整个世纪称 希望他们都能够齐爱得胜 用罗冠军回来 祝福这一群代表基隆市出赛的选手 尽力展现 为基隆争取最佳的成绩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